我们晚了 然后昨天晚上我出去一趟了 其实 内车运行前方道站 周口东车站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北 我现在在高铁上了 从河南郑州上高铁 出发去浙江的珠基 没有直达的 我只能在杭州转车 然后再去珠基 到珠基的话 可能快下午两点半三点的样子了 这一次来河南也是挺可惜的 没有感受到咱们大河南的会面 还有胡辣汤 本来时间安排挺好的 我说今天早上早点起来 去吃个早餐 然后喝个胡辣汤 就可以回杭州了 结果不曾想会面变成了方便面 因为我没起来 闹钟想了起不来 然后我就非常赶时间 就在珍珠高铁站 买了一桶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河南的会面变成了 汤师傅红烧牛肉面 河南的方便面 可能味道会不一样 我现在已经到杭州了 这一次不能在杭州下车 只能在杭州转乘 要差不多等40分钟 然后坐杭州到珠季的那趟车 差不多 好像20多分钟就到珠季了 蛮快的 但是从河南郑州坐过来 是没有直达到珠季的 只能在杭州转乘 我先等一下吧 本来想着去吃点东西的 但是那一碗泡面吃下去 满满当当肚子里面 算了到珠季了 跟老罗阿芝他们会合了 再吃吧 回想上次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还是穿的短袖 天气非常的炎热 记得当时老罗还偷拍了我 趴在行李箱上睡觉 狼狈不堪的样子 再次出现在这个地方 已经穿的是羽绒服了 哎 时光匆匆啊 朋友们我现在到珠季了 在珠季的高铁站 我已经出来了 在这个地方等阿芝 阿芝从长沙坐高铁到珠季 我是从郑州坐高铁过来的 我要等他半个小时的样子 老罗跟小南他们自己开车过去了 所以只有我跟阿芝 最后我们打个车过去 你们看到他了吗 我看到小阿芝了 还戴了个帽子 嘿 傻狗 这里 嘿 那傻狗这里 你怎么又拖这么大一个行李箱啊 我都没拿行李箱 好 走 我现在跟阿芝已经打上车了 我们现在就去华东国际珠宝城 然后这一次的话会有很多很多品 所以今天又得选很久的品了 去选一下品 咱们明天下午两点开播啊 姐妹们 然后给大家来返场一次那个珍珠 有姐妹们说想买了 然后想买一些冬天的毛衣链啊 这些大衣裳的凶针啊 这些明天就可以来啊 明天下午两点开播 搞起来 我觉得我又要多熟了 还有免费送的凶针哦 哇 这次福利够大啊 还有抽的免单哦 满瓶的免单哦 希望我们的家人们姐妹们能抽中哈 好了 拜拜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到了就要选品 然后跟她谈一些福利 嗯